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编冬 那这一个礼拜呢 我们原本跟大家讲说 这个礼拜应该会有一个情报 就是关于下一次的改版 可能会是改什么 那今天的情报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蛛丝马鸡出现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改版 这一次难得 官方把这个计票 放在头等的位置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英文 如果你去估一下的话呢 它这个英文翻译呢 叫做安魂曲 那我相信安魂曲叫什么 大家应该都联想到哪一个职业了吧 没有错 安魂曲技能里面就是死神啦 那这个计票呢 它取名叫做安魂曲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会不会是意味着死神改版即将 就是我们下一次的这个重头戏呢 我觉得机会是蛮大的 特别计票的内容呢 就是长下面这些 那最后下面这个箱子啊 它是可以让你去选择一张红便卡 或者是红娃娃卡 或者是那个死雷佛双刀 就是一只红圣物这样子 这个还不错哦 最后一个是给你红色的 所以这张特别计票呢 不知道它会不会是也是卖1200钻哦 好再来下一个活动哦 这个的话呢 它是一个雅丁战士补给箱的活动 你只要每天去干掉500只怪物 60几以上就可以获得这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里面呢 有这种龙之钻石乘以3 然后四射币各300个 这个是一定会给的 那如果是几率的话呢 一颗高级的龙钻或者是一个硬币选择箱综合的哦 龙之胜水一个 祝福胜水中的一个或者是高级祝福粉 下面这些都是几率的啊 好再来呢 一望之岛跟奥曼之塔 还有这个顶楼 这些就是支配者之塔 它里面的这个BOSS 也会有100%掉落活动哦 这个应该跟之前都会蛮类似的哦 好再下一个呢 就是韩国他们的这个太极棋活动啦 它会在3月1号的这一天早上10点 会推送下面这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里面呢 你可以拿到这些东西哦 包括一个太极棋 三个这个救护证书 3010个四射硬币这样 那这个太极棋呢 持有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效果 经验值奖励加3% PVE的伤害减免加1 好再来呢 他们有新增一个制作 这个的话应该就是永久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金布的话呢 就是你只要用武器的这个工匠卷10张 然后再搭配 这个大部分都是一阶的加11值5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去制作一张 这个所谓的金布 那这个会不会是直接制作呢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哦 好下面这个是重申符的改版 这边我们就给它PASS掉 这边也是一样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礼拜的周末制作 首先是几率的部分 这些之前都已经有出过类似的 所以这边大家就看图说故事吧 然后这个数量就显示在这边 大家就自己看图说故事 那在帐号限定制作的部分呢 有下面这些 薄底点数 纯白万能药 住圣水大的 文样虫制卷 还有这个龙钻 那如果是跨幅呢 就是世界限定的话呢 它就是有这些船幅啊 那如果说个人制作的话呢 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啊 它这一次有出这种箱子 等下我们讲 然后你还可以去制作这个纸符石 红符石 甚至下面这种符石箱也可以制作 那这个符石箱开出来的 它有机会开到3到7 所以至少就是3 如果你现在你的符石 还在2的话 就是加2的话 点这个至少就是开到加3啊 那几率开到加7这样子 好那上面这个箱子呢 这个箱子呢 它里面 第一个是会给你一个 神秘的圣物的这个抽卡包 然后呢 在下面给你12个高级的 这个pick up的这个抽卡包 以及一个兑换的这个凭证 好那这个凭证呢 如果说一张的话 是可以去换一张蓝圣物的这个神秘的抽卡 那如果是拿到8张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这个圣物的选择箱 这个是英雄的哦 那这里面就包括了 布什鸟羽毛 格力特双刀 斯利安的弓 海陆拜的铁手甲 还有巴兰卡的面具 这几个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都会属于这个抽 才能抽得到这个圣物 所以8个的话 你就可以去保底制作 而且这个呢 它是可以从这里面选择一个 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 不是随机的哦 好在下面这些礼包呢 我先跟大家讲啊 这两个礼包的名称呢 它叫做死神 反正呢 死神开头的 跟最前面的这个计票啊 基本上名称是安婚曲 一个是死神 这个是互相呼应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代表着 哎 这一次的改版呢 就会是死神啊 我真的觉得几率非常高啊 那至于这个内容呢 这个内容基本上就是那样子了 那相关的制作呢 就是用上面的这个死神的凭证去制作 那他这里有提到哦 如果你用6个凭证 就可以去制作一个加五的农资水晶选择箱 然后用4个凭证就可以做加五的徽章选择箱 这个应该是左肩甲吧 这两个东西就值得注意啊 如果他售价是2000赚的话 等于是12000赚就可以搞到这个 然后再加上上面那些礼包的东西 哦 这个东西我觉得值得大家期待哦 好下面这些呢 就比较常态哦 这边大家就看图说过字就好了 好了 上面这些呢 就是韩版这个礼包的更新 应该是这一次改版 我觉得很高的机会会是死神 那搞不好明天早上就会有新的消息 到时候如果有情报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这影片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了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或者是关心韩版最新的消息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